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诗 你判断一下 咱俩要不打个赌 你说他俩谁能赢 咱俩可以搞点赌度 反正是你赌谁赢 我就不赌谁赢 照今年全景赛的局势来说 还真是很难说 双方都很强 或者说 夫子您更看好哪一边呢 我更看好 是 说心里话 他俩是真不好说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方博会进 可以看一下 漂亮 哇 这相持的这个球里边会觉得方博更稳一点 看这个角度开脚打的 都是侧边飞出去的 从力量上方博要跟杨敬坤 他两个要差一号 但是方博我感觉啊 如中带刚 漂亮 莲坚三的 三平 对 要是方博赢了到时候你就给我发个100块钱的红包就行 好的可以 到时候要是梁敬坤赢了我就给你发一个100块钱的红包 我感觉这个方博要要赢 为什么他再输他们对就不行了 运气球啊 在发球直接擦边得分 上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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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今天网友在留言里头 说我的这个 问我的那句话问的很好 他说国家队的这帮子运动员你说你到底不喜欢谁 我说我哪个都喜欢 是吧 说实在话 中国的大胖小胖 哎呀 张继 马龙 许欣 马林 王立芹 王浩 从这个时代的从我关注中国平方球队 我老喜欢他们在国际比赛上 争金夺也喜欢他们在那取得胜利 稳住 运气 这个球终于终结了方博的这连续得分 因为开局梁静坤是3比0引先 方博是连追了6个球 一直到这个球啊 梁静坤才得了一分 这个方博的功力固然深厚 但是梁静坤也不是白给的 有实力 实力非常强 发挥好了 谁也赢不了他 他具有战胜所有世界名将的能力 对 方博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但是方博这样的运动员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发挥很稳定 很正常的一个运动员 就包括他刚才这个失误 也是过于去追求这个球的质量 因为上台这时候会非常的转 漂亮 哇 哇 哇 漂亮 反手的对顶侧身 再来一把 上步一把 他这个球弱点的造成的这个转换啊 是无缝的衔接 全台无死角 这球够的有点明确 下面球迷也就挂出了一个横幅 对 为这个方博加油 对 为这个方博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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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在 谢谢大家 给梁静坤的一个接发球场面 刚才是梁静坤发球 但是却丢了两分 给方博追平 看方博的发球 漂亮 两个神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 都是一个量级的 谁赢谁都太正常了 国家队的队友在一块多少年了 你说互相这么熟悉 运气球 擦网之后过网了 你看他拧别人拧到这个位置 可能一般就拧死了 方博他就可以给你回来 继续跟你下一个回合的缠斗 上博又是一个这样的失误 对 擦网出界了 他接这个梁静坤的球接的不是很好 上一轮他是擦网之后一个运气球擦网过网了 所以得了一分 那这个是擦网出界 他们之间没有秘密 对 都太熟悉了在这边 哇 这个球不谨慎的 对 发的就有点长了 所以梁静坤直接的一个揭发球抢攻 在13比11 梁静坤是率先拿下的第一局 我还是相信方博呀 在双方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差距 也只是说会针对现在场上的一个情况 看谁可以更快地做出一种应对的调整 好 我屈的时间到了 第二季比赛 第二季比赛开始 这样的底贴下去方博还是应该是略触下风 因为他这个力量要小一号 梁静坤很强壮这个身子 后发力也更强 漂亮 其实这球上台也是一个机会球 看方博的这落点控制 一长一短 好球 我怎么感觉我那一百块钱要完呢 我们现在看那种超一流的一流超一流的运动员对决的时候 他们是既有技术方面的比拼又有经验的比拼 所以看得到两个人的落点 和思路都是非常清晰 漂亮 你看很多人反拉梁静坤的这个球 就是下网 对 他拧到你正中 然后你反拉这个球经常会下网 对 他这打法还是真的很有自己的特色 漂亮 但是我们方博也不是 那不是吃素的 也不是虚的 对 也不是吃素的 这有进攻型的运动员还是先进攻 直接就占据这个球的优势 好 漂亮 这很多人对拉 是的 这个梁静人这个球 都会下网 是吧 是的 他就是蹭的很薄 那个点 你借不上力 对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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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局拉的比分有点大了 是的 哇 然后觉得方博的进攻也是丝毫的不犹豫 我看到机会了 在正手也是不会给你留下什么余地的 好 好 公公加油 加油 加油 放火 确实梁静坤那个反手拧的这一板还是很有质量和特色的 哎 你看这防守 是的 手感非常的柔和啊 对 你用那么大力量它防到你反手还是一个简厉 啊 你很难受啊 这个球 对 我觉得方博对战梁静坤 今天的比赛来开 方博没有施展开 就经常会出现这个相持球的这个下落 嗯 这个就 方博要留意这个地方 哎 漂亮 不应该是这样啊 两个人 我觉得 他主要就是在相持的时候呢 方博接连出现一个下网的失误的话 这比分就有点拉开了 你看在国内的比赛当中 梁静坤和樊静坤打 他都 这个不落下风啊 实力确实是 对 是有 哎 这两个人是交替的哈 都出现在了彼此控制的这个拖球上出现失误 刚才两个硬坤也是失误了一个 哦 哦 这局方博是大比分 输掉 对 按理来说两个人的水平应该是很接近的 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比分差 稍后是第三局的比赛 对 看看方博如何调整 是的 调整不好了 我就给你 发个小红包 为了让你挣钱 我选了方博 哎 不不 我也相信啊 方博这两场比赛 他第三场 第三局一定会做出一个快速的调整 都是九斤沙场的老将 问题是 梁静坤经历了世界大赛 最早也是 这种锻炼以后 你再想让他大取大落 这就比较难了 好 第三局比赛 哎呀 赶紧坤把球 0比0 好 第三局比赛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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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梁静坤的实力又有提升 是的 而且我们其实有注意到哈 梁静坤他脚底下的步伐是特别的快 一直都是在调整 就可能说你看上身没动 但脚底下已经动过几个回合都是在准备着的 漂亮 嗯 关键是 这种实力啊 是的 就是说脚下的这个不断的调整 会让他们在击球的时候找到一个最佳的发力点 哎 哎 方博这局 又有一个发球失误 第一局就有一个失误 �ternal 漂亮 漂亮 现在这第三局的这个桑池里边 两个都是梁冰坤的这个食物 出现 其实我知道方博是从他参加交座的优时期 知道这名运动员的 他也是成名比较早 这是球的节奏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 我刚刚就稍微称到了一点网 我们现在对于方博来说 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因为现在我们三冬五能 现在是1比2落后 而自己这边局分呢 又是0比2落后 漂亮 4比4 这点看出来一个杀手的本色 对 第二板 玄节 这个节奏把握着 没有任何丝毫的拖泥带水 对 梁敬坤回的这个球软软硬硬的 他这个质量很高 要么他就充分的发力重要 要么他就控你一下 用上选球控你一下 为什么说呢 他跟方博这都可以说是赛场上 这都是千年的狐狸 是的 都是妖精级别的 而且这一轮梁敬坤的发球 是直接得了两分 看方博能不能通过 这发球拳 也再次的扳回两分 其实您看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哈 梁敬坤这脚下的步伐全部都是扫碎步 他可以不断的去调整 保证他自己在击球的时候 进攻和防守都让自己处于一个最佳的位置上 这4比4平之后的这4个球 方博的这个失误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摸不到他的这个节奏和他的这个想法 在比分拉开4平 漂亮 漂亮 太精彩的相持 你看一把两把 在擦网 两个人操整速度都特别快 漂亮 漂亮 刚才这个是方博能在反手相持的时候 给了一个突然的一个变现 给了正手 直接得分 来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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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翻盘 叫了个暂停 叫了个暂停 对 跟上一场比赛是一样的 我要告诉你啊 我要3比0把你拿下 你注意了啊 方博 哎 刚才这个梁敬坤 我们要注意一下他的比分啊 刚才梁敬坤是8比4领先 方博是连续追了三个球 现在追到了8比7 和刘丁硕第三场也是这样吧 对 仰看刘丁硕这个势头很满 就叫了一个暂停 结果回来以后 刘丁硕连续追分 哎 那一局拿下了 是的 但是会觉得 哎 叫暂停一般是自己状态不好 或者是队友状态太好 我觉得经历了 这个世界大赛洗礼的梁敬坤 对 非比寻常啊 是的 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漂亮 稳住 哇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是慢动作的回放啊 他的四比已经特别的快 哇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是慢动作的回放啊 啊 真的防得容易 对 这么大角度 防得很稳很稳 哎 唉 销了一把 哇 漂亮 漂亮 9比8 是的 你看方博这把销了一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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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比9千 在双方的水平也是比较 悬念在齐 我这100块钱他收起 我相信你啊 好球 活了一把 对 漂亮 其实这个战术绝对是对的 反手压你一把发力 你一回 然后我侧身用正手 拉你正手大脚 关键时候 但是梁静坤顶的质量也很高 设计的这个战术 确实是非常好 漂亮 跟上一次如出一辙 有戏啊 方博哈有戏啊 但是梁静坤的力量 和他单向技术的这种能力 飞比擎盘 蒋梁静坤再次领先了一个球 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下 你还可以应用的发球和发球场合技术 就是你最 最拿手的那个 最拿手的 最有把握的 还是 还是 漂亮 相持 漂亮 随着梁静坤 3比0战胜方博 那么山东鲁能也就以总分3比1 输给了河北海润 这场比赛呢 非常的精彩 感谢